大家好 今天不说一个确切新闻 就说华为的虞成东 虞大嘴 很长时间没有提到他了 之前一只喷他 是因为啥呢 这人我着实不太喜欢 为什么呢 非常的喜欢玩一些战狼类的口号 但这会儿还是说战狼 这个词汇我一直也认为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 应该是中性偏贬义吧 偏贬义 如果你认为战狼是个褒义词 那你应该去看看 有谁现在喜欢自称战狼 其实没有人喜欢 你说我是战狼 反正我这见证圈没见证过 但是我就说战狼这个词 它确实有一个逐渐被污名化的过程 但是这边不跟李中科似的吗 污名化污名化 该用用 无所谓了 我觉得像于成东的很多口号 非常符合这种调性 为啥呢 经常是不顾现实 然后去吹一些牛逼 或者说一些不着调的话 他也不准备兑现 也不准备给任何承诺 但是很无奈 又经常会引起很多人的欢呼 像于成东这次说什么呢 他说了一个 说如果我们在核心领域 不能被卡脖子 说我 他说我 我如果早些年 就是于成东自己 我如果早些年搞半导体制造 也不会有今天这么糟糕的结局 他表示呢 就是因为以前太相信全球化分工 没有进军半导体制造领域 然而现实被打脸了 世界上卖什么药都有 就是没有后悔药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言论其实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 意思很明确 就是说过去美国一直在鼓吹全球化 结果后来特朗普 对吧 董王一上台 哎 操麻烦了 这贸易战一来 发现其实全世界对中国的围剿还是很明显的 断地产业链啊 什么粮食供应啊 什么半导体啊 对吧 一些技术啊 是吧 其实这方面啊 我还是这话 一定程度上我们要感谢啊 董王啊 特朗普嘛 就是因为他出于选票利益啊 嗯 然后呢 加上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斗啊 及早把这张牌啊 给打出来了 这一打呢 一下子把很多人给惊醒了 然后我靠 说当时当时其实当年的民主党 就是为了搞特朗普嘛 想着特朗普难堪 是吧 那次你瞧你 你一上台啊 给中国的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半导体也不能用了 什么芯片也断供了 对吧 都是你的锅 那特朗普其实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说啊 我相信我们不搞这些东西 我们也能 就是说在技术上啊 战胜中国啊 很多人都忘了这西门了啊 因为当年像这个 就是这个任正非啊 老任 他那会儿 一度上一度还要想跟美国妥协 就是觉得 对你看好多西门吧 当年西门我记得很清楚啊 19年那会儿嘛 就是说我们 就是我们愿意配合美国 对吧 美国这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对吧 我们不想跟美国制造很多麻烦嘛 但是国内基本上群情激愤啊 你居然限制我们 华为谈判什么 你以为谈判敌人就会放过你吗 但是确实美国最后并没有放过华为 华为就全面撤退嘛 这一下大嘴巴就糊在华为脸上了 我过去一直说啊 华为其实当年挺精美的 你看华为这个 在美国的研发部门什么的 其实相当多 研发机构啊 他那个FBI吧 还是税务局 忘了一查 就是整个一关闭 我记得当时统一数据吗 说是超过 是将近一千人左右吧 这么多的这个 这么的工位啊 就是华为在美国的研发相关机构 研究院什么的 就一千人这个规模啊 是吧 后来你看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搞 联想在美国也有研究院 什么滴滴 在美国也有研究院 他其实就是啊 这个鸡蛋 他不愿意放到一个篮子里边 万一说哪天中国这边歇菜了 我可以及时跑路吗 这些资本家 其实都一个鸟湖里边一德行 所以你看华 瞧这个老任这个任正非啊 他一开始也是说 我不愿意得罪美国啊 对吧 都是自己说过的话嘛 然后后来这个发现 就是安在地上狂打一气 就是这不是你愿不愿意 跟我们谈判的这个事情啊 这是我们美国要拿你华为啊 记齐啊 所以华为你把我余生东啊 这边上台 也就是从这开始嘛 就是那干脆我也没有这个缓和余地了 彻底撕破两了 那我就完全啊 就是走向了美国的队里面啊 是吧 反正你也不准备放过我嘛 那我就彻底站在美国队里面 你说这个什么事 我给你反上来啊 然后跟这个爱国主义呢 高度绑丁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于成东从那会儿开始 我就很讨厌他了 包括什么鸿猛啊 这个那样的 我们中国终于自言自主了 完全可控啊 什么这种屁话啊 但是你也不都不佩服呢 于成东这个人还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定营销天赋啊 他知道他的主流观众受众群啊 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上面啊 他知道我怎么说什么话 他就能激起他的这个主流的 受众群消费者的这种这种欢迎啊 所以你看他现在又说这个造川嘛 你说这个说不能相信全球化分工啊 当然这个说的没问题了啊 但是你看这个评论区啊 比如说知乎吧 他里边就有人提到过嘛 说这个就是瞿东升嘛 当年是2014年 谈要紧防美国搞去全球化 说搞这个中美脱钩的时候啊 有几个人听他进去呢 不少人还笑他起人忧天啊 事情没有发展到特定阶段呀 凝居共识是很难的啊 不能总幻想啊 有一个英明神武 全知全能的领导者 提前十年做预判 对吧 运筹为悟啊 提前布局大手一挥 决胜十年之后 不过我觉得这个我批判一下 他还是说错了 我们来看一看呀 这个我们的长者啊 长者对吧 万首无疆啊 万首无疆啊 加一秒啊 加一秒啊 你看他在书里写呢 1989年说 我主持中央工作之后 决定启动908工程 这在当时啊 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你看1989年啊 以后中央决策啊 这个建决策建设了909工程 这两团工程 对我国微电子工业发展 起到了电机作用 说进入新世纪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发展微电子产业的优惠政策 同时呢 由于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 和我国台湾地区啊 微电子产业的转移 我国呢 微电子产业在总体规模上 有了较大增长 但核心技术仍处于 受制于人的局面 当前呢 微电子工业在设计工艺 材料生产装备等方面啊 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断打破系统 整机原器件的界线 预计到2020年啊 你看预计到2020年 你看说 国际上微电子技术水平 将发展到14纳米啊 你看 就是 这个预测啊 就很牛了啊 说我们届时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需要很好的研究啊 彻底目标 拿出对策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核心技术啊 是买步来的啊 叫这 长者啊 这个尊尊教会啊 说必须靠我们自己 这是一代又一代啊 引进新的生产能力 是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我们研究人员要争口气啊 否则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 总是卡我们脖子啊 说你看 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什么软件 技术体系等等吧 这本书呢 发表在2009年啊 2009年 你瞧 在2009年 对吧 那个时候 我大学呢 刚毕业啊 咱没多久吗 啊 那会儿呢 就已经啊 就是长者啊 已经预测到了现在啊 是吧 你说2010年 是不是 这这这这 这是这个十几年前啊 这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当然这有很多人误读啊 说他以为是1989年 启动909工程的时候啊 就就已经预测到14纳米了 但其实这本书啊 我还是 我我个人感觉啊 不一定对 就是他可能还是 在之后啊 汇编而成的 因为他根据 你看 咱们这本书是这么说的 你看 他是收录了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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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长者呢 1983年到2008年 兼关于信息技术 相关的一些论文报告 讲话等等啊 你不确定啊 他倒是哪年说的 对不对 最早可以到1983年 最晚是2008年吧 好吧 翻过来说啊 你看 就是说人 这个这个这个长者呢 他在很早之前啊 十年前 对不对 比所有人都预言早了 就是说这个我们啊 不能完全靠发达国家 那不可信 不可信 对吧 后边又说了一些其他的啊 说 比如说啊 学微电子的人转计算机啊 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呢 是很小的 收益 但收益是巨大的 微电子专业 很多底层基础课呀 和计算机专业是互通的 对于聪明学生呢 补给门课 很容易啊 就进这个互联网大厂了 说王星 张一鸣啊 是互联网大老板 对吧 就是就是你要转的早呢 其实你能吃到这个 发财的红利啊 那既然能发财的 谁给你搞半导体 对吧 这动不动 就是研发个五年十年的 是不是还没还没能成功啊 有人用吗 对吧 这边是极度吃这个 什么政府采购啊 大型的这种商单的 能不能弹下来啊 说实话 这个真的是指不定啊 指不定啊 所以投入成本就非常高嘛 这钱砸去了 对不对 几个月 那天啊 那个无底洞儿的啊 打水漂没了啊 没有回报啊 那也说这钱 谁的钱啊 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当然提醒一下 当年就是被全球化呀 互有瘸了啊 说那时候呢 全球化啊 地球村啊 什么 我是什么什么 什么世界人 是吧 世界公民是吧 资本无国界的声音 是如此强大而美妙啊 孰能抵抗 嗯 不话说了 我还是相信啊 未来等进入这个 塞尔朋克啊 那个就类似于 啊什么什么 这个 比如吧 塞尔朋克2077啊 里边 在国家的概念 已经很薄落了 不是说没有 很薄落 国家也是啊 被这个 几大这个财团呀 给控制着啊 他们财团之间 撕逼反正更重要啊 国家呢 基本上就是说 政府啊 就是志愿志愿啊 其实很多这个 基础的什么 用水呀 供电呀 什么能源呀 什么全方位啊 全都是这大型财团呀 给垄断了啊 他们自己内部也会竞争啊 彼此之间也会竞争 所以你把这个 就是财团做到一定份上 它是可以一定程度上 替代国家的啊 而资本也有些天然的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超越啊 国家属成这个限制啊 这个这个这个便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啊 假如说资本一加多大 最后战胜国家了啊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对不对 那人类也经历过像什么 呃呃咱过去啊 呃大航海时代 对不对啊 什么东印度公司啊 那个是吧 那公司啊 那牛了逼了啊 军舰呀 什么的税收都有啊 都有啊 不比国家差啊 也不是没可能 好吧 还说 也就是提到徐中生了嘛 说前一阵子呢 接触过一些粮食方面的文件 都是美国农业部啊 花了大价钱做的啊 学界商界引经据典啊 详实严谨啊 功能呢 就是用来游说的啊 就是你们别种地了 你们土地资源那么紧张啊 农业效率那么低 买我们的吧 我们将提供你 巴拉巴拉巴拉 这都是美国的阴谋 谁信谁信呢 谁傻事啊 看看别的啊 看看脸秋的吧 好像实在没联系了啊 说和这个华为没什么联系 其实和国内也没什么关系 自改开以来呢 到今天一共啊 不过四十多年啊 从加入WTO呢 搞全球化 一共才二十一年 美的搞半导体啊 那么多年了啊 即便是华为啊 早年搞半导体 当然也没这条件了啊 因为华为早些年 其实没这么强 一方面呢 抄了抄这个 这个思科产品对吧 然后卖了些乱八糟的 什么东西都卖啊 也知道最两年 他们说哎 这个反正就是啊 有些核心生产力啊 包括提前普及 做这个什么司机啊 之类的 他们慢慢啊 就是壮大起来了啊 可能那华为也是这个 反正怎么说比较穷啊 比较穷 说即便是早年啊 好 找这个半导体 也不会比现在好啊 因为这行业本来 就是砸钱啊 不但要砸钱 还得有时间 华为呢 当年没钱啊 说而且我也不觉得 这个事啊 有什么特别大冲击 反而觉得美国挺蠢的啊 比如说中国了啊 早先是和中国打贸易战 不是啊 是日本 最早是和中国打芯片战吗 不是 还是日本 就是说这个美国 芯片 当年一开始搞的是这个日本 说可以说呀 目前就贸易方面的 对抗烈度 我觉得可能还赶不上 当年的美日啊 这也是实话 当年美日的贸易战 说实话 比这现在过分啊 美国那群星的激愤啊 那个拿着东芝彩电 跑到白宫前面砸去 对不对 你得自己找一种找照片 对吧 日本车砸 对吧 日本彩电砸 记者还拍照片 往那个网上放吧 找了 就在上 就在上 当年特别经典的嘛 就是白宫的官员带头 砸日本的 还不是这什么 记错了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就是录音机 现在郭北00号没见过 当年反正我们80号 70号家里都有这个 甚至还可以双录啊 左边一个磁带 右边一个磁带 这儿的话呢 左边那个 比如说你买 你买一个正版的磁带 对吧 你放到左边去 然后公放 右边呢 是录音 哎 你就可以把这个 左边这个音乐啊 通过公放的形式 从右边给收录进来了 自己自己播自己录啊 转录嘛 这儿的话这份磁带 我就有一份拷贝了啊 这儿的话 就可以自己听了嘛 原版这个磁带 正版就还过去了 其实就是一种盗版 是吧 这是美国当年 也抵制制货 而且抵制比咱激烈 至少现在 美国人 当特朗普时期 说抵制中国货 也没有人去白宫 砸什么中国产品嘛 对吧 然后李延秋说呢 说可以说啊 目前就贸易发展啊 还是在遵循经济规律 人均3000的时候啊 指望能源发什么好芯片 不可能嘛 所以很多东西啊 是历史造成的 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苛求啥 形成不了产业链 关于华为有啥用呢 我对于中国解决芯片问题 还是有信心的 恰恰是因为啊 封锁才有推升需求嘛 说我要是美帝总统 我会下令对华芯片情销 对吧 就是通过商业手段嘛 打败你对吧 那你随便可以用芯片 那你就发展不起来嘛 对不对 一个道理吧 就跟说那个谷歌啊 你就因为有了风火墙嘛 所以才有了一些 这个国内的一些生态 比如说你有推特 我有微博对吧 你有这个谷歌 我有百度 就类似的嘛 对吧 假如中国人都是亚马逊 哪来的什么京东啊 淘宝是不是 哪有频道多 没有了嘛 说这个 我对在知乎上 有太多人 很焦躁情绪啊 真是大可不必 对吧 我觉得也是 我对中国能发展出自己的芯片 我是有信心的 无论就是个时间长短问题 很多人说 我们说明年啊 什么这么五年后 扯淡呢 没 我觉得没个八年十年呢 你搞出来一个 就是说能跟美国 能正面叫板的一个 怎么的那个芯片 真的 这我真的没认为 好吧 至少我知道的领域 像国内这些政府机构啊 什么的 衙门口嘛 都开始啊 完全做国产化 就是新创产业嘛 昆蓬啊 你服务器啊 对不对 目的是什么 就是脱离美国控制 然后至少这些政府啊 这些部委啊 他们内部的系统啊 不对公开的那些呢 已经全都开始做 国产化改造了 包括代码啊 什么的都要重构一遍 对吧 底下芯片用国产的 然后呢 外边这个代码呢 我用开源的重构啊 这的话你就没事掐脖子了嘛 我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啊 但是现在有很多问题 他们已经使习惯那些软件 现在使不了 对吧 但这问题一点一点克服啊 不是说你这事困难 就不做了 好吧 这个新闻在作业里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点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